好,因為在這之前,我本來 suppose 應該是MR2的一年級學生來修這個課 所以這個題目,再加上之前已經很早就設定了 我們要跟數位組來做 Joint Studio 所以這個題目設定的基於這兩個條件 不過大家剛剛已經聽到馮老師說了 這個第一個條件已經被開放了 所以你是可以自由選擇 那這個題目,等一下侯老師來 present 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巧合 我們的題目都是三個單字 Trolling,然後第三個不一樣 我是使用 missionary tooling 那這個會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室的設計 就是你要獨立做 然後它是基於一個研究 然後你最後做出設計 那這個題目的設計基於一個很基本的提問 就是你將來初衛組的同學 當然我並不太區別設計組、初衛組 就是你將來會是一個設計的碩士 不管是建築或不建築 你會是一個設計碩士 或是你是一個建築碩士 那這個建築碩士是什麼 或者說建築碩士要會什麼 是不是會設計就可以當建築碩士 我認為必須要更加上滿足其他的幾個條件 你才能夠區別你自己是一個建築學士或是建築碩士 那個事情就是Mestology 那這個Mestology 是我在AA求學過程裡面 我認為對我自己幫助最大的這個關鍵值 在AA那個環境 你幾乎經常會聽到這個Mestology是什麼 那你的Mestology又是什麼 所以建築碩士我認為要了解設計的方法 並且你要具有研發一個設計方法的能力 那從而來建立一個特定化的設計取向 也就是說我們學習做設計 你大概會學到很多種 那接下來在有朝一日 你必須要建立出自己的特定化的設計取向 那當然這個我不談風格 因為這個風格這兩個字可能有容易被曲解 或是被汙影化的狀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當這個獨當裡面的設計師 或者進一步你要成為一個建築家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特定化的設計取向 這個是我認為台灣很缺的 就是台灣讓我覺得很少人有這種特定化的設計取向 我覺得這是大有問題 所以這個題目要請大家去回頭看工具是什麼 工具其實就是每次大家去問 那幾個關鍵字我在這個題目裡面是混用的 工具 機器 方法是幾個 是類似的 那因為工具呢 人類可以從原古的時代 然後藉由工具的發展到紀念文明 所以你看這個演化錄的實驗中間 開始拿起工具 然後靈長類的特色就是會發明工具 會使用工具 因為靈長類有骨口 骨口使得你的手可以拿東西可以加工 可以製造什麼工具 這個是其他的物種 沒有辦法 那這個工具有level 就是這個來的 廚師用過完瓢粉來形成一個空調之數 所以在第一個level的時候 廚師把過完瓢粉當作他的工具 在第二個level的時候 廚師把這個空調之數 這不是一個具體的一個tour 初級的tour我們會說是一個fiscal 是一個實體的 譬如說藍國trade 這是一個具體的tour 但是也有一種抽象的tour 譬如說一個菜單 一個料理的流程 然後透過這個tour 我們可以變成另外一個 在這個例子裡面是料理 那如果一個event 再加上一個料理 於是達成愉悅 所以這個tour是可以有階層化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借用一個tour 來完成一個事情 可是這個tour 可能又必須要GLC他的tour 來完成這個 他自己自身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簡單的用這個例子 Curve經過divide變成point 這個是Ross Alton 如果你有學過的話 你知道嗎 那你的圍圈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修改那個參數於事實 這個divide變成point 就不一樣了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diagram 變成這樣子來看 做設計很類似像這樣的流程 就是基於一種條件 然後透過一種tour 或是methodology 變成一個project 所以input透過一個機制 變成一個output 所以input變output 中間需要一個機制 那作為一個建築措施或是設計措施 我們要系統化的把中間那一個 傳統上視為黑盒子的把它系統建立出來 而不是放任自己在這種混沌的狀態裡面 因為你必須要永遠提防你自己會不會有一天是變不出設計 所以必須要以系統化來建立自己的設計流程 那我們會先回頭來審視設計的方法或流程 既有的過去發生過的 譬如說這些建築典禮裡面幫大家整理的 或者透過軸線透過均衡等等 這一類的原則來做平面配置 或者在三項度上立體的狀態裡面 可比翼的例子Vilasovic 它如何透過平面的配置再加上另外一個Z項度來進行配置 透過一種geometry的有規則的控制 使它形成一個三項度的立體構成 或者在五點的建築裡面我們透過法則 透過規限來求一個完美的比例 或者這個渡航它發明了一個格子的系統 這個格子的系統建立之後幫助許多大家資質有高有低 但是透過這個格子系統大家約略都可以做出一個具有水準的project 它的這個格子系統可以適應各種不同類型的 然後套用上去不同的型態封閉的開放的單向雙向 那麼你可以很快速的在這一個機制之上 建立出各式各樣不同的發展 或者透過孕育的控制 或者我們可以也往非常原始的小屋來看 或者透過更抽象的像是音符的規律 或者你也可以去看這個自顧以來對於這個密度的問題 從一個黑與白的區別 黑跟白的密度 然後來討論從希臘、羅馬的那個密度 到了中古、到了文英復興、到了現代的密度的變化 或者從式樣、從type 這種type的書 這種type的category 建立起來之後 做設計就會變成選用type 或者我們可以再次回頭看 這種很原始的從土地面長起來的 或者是很長明化的 跟身體尺度很有關係的 或者更進一步回到本土 這個 憲英俊建委是 帶著一個族人 然後去設想 他一定就是透過身體的勞動 來建立起來一個房子的世界 或者到現代這種機械手品 讓我們可以專訪 或者我們也可以把尺度拉得更開 到了landscape或是都市的尺度 來探討這一套既有的做法是怎麼樣 來分析它 那像這個是 之前我有一個學生 他做淡海二期的規劃 淡海它也是一個新市政 然後他企圖提出另外一種不一樣的 但是可以同時滿足這個既有的需求 但是他用方法導致不一樣的結果 而且更好 就是重點大概是要更好 或者我們也可以看這個 亞歷三大 他當時有提出一種語法的系統 他把一個好的 他認為好的village的環境 拆解成細微的diagram 然後他認為這個好的環境 可以透過diagram的組合 使他變成一個有組織的 具有差異化的變化 或者我們也可以看這個是 從sketch 出發 最後變成是一種高度科技的發展 這是Frank Gary 或者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也滿有名的是 高地他在做聖家廠如何去計算這些拱的形狀 如何是最恰當的拱的形狀 於是他把這些千錘掉到過來 使這個重力 然後在各個千錘自然形成一個均衡狀態 然後他把這個變成是他的這個拱的形狀 如何分佈的一個最佳的diagram 那到了更晚近 像是OMA 他大量使用這種數量化 並且把它圖式化的diagram 從這種diagram裡面 他可以找到設計的機會 另外一邊是更加著名 看起來非常神秘 對我來說 很神秘的一種轉化的過程 或者大家共同的導師 可比他如何做設計 透過一套非常系統化 系統到如同像是儲具配置一樣 但是他可以源源不絕的生產處非常棒的project 其實是一種配置 有不同的系統的配置 基於一種同樣一個系統化的一套方法 或者Peter Eisman 從一個box上面 經過一些切翻轉靜盛的操作流程 或者我們把這個起源再推導到風格派 傳統古典的三段式 古典強神幾座分解成板片 從這個板片重新來看這個建築物 可以如何構成 或者我們再回到Peter Eisman 他比較短期的 他開始出現一些生物的形態 動態的 MLDB 這是我喜歡的一個project 聰明而且不難做 一個叫double house 這兩個如何透過一個diagram的study 使得這兩個的本來地 土地的大小 一大一小 如何形成一個樓地欄 是一個有變化 使得這個所謂的雙拼住宅 可以透過一個聰明的建築師 使得這兩步 維持他們的土地 大小不一的條件之下 得到一個更加的組合 再回到OMA 透過program 然後再reprogram 的細碎化 然後在那個尺度上面 重新加以組織 形成這個power 或者另外一個 我也非常喜歡的團隊 FOA 他們透過這個不斷循環 diagram 來形成 那另外一個更powerful的diagram 是底下這一個是 FOA 他十年的practice之後 他們自己整理出了一個小書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index 不同像是一個生物的演化分子一樣 然後他把他的所有的locate 在這每一個分子表上面 或者另外一個團隊 做的mobile house 這個是un studio 透過一個diagram 這是一個莫比斯環 然後把這個莫比斯環 跟機能 這個是夫妻住宅 這個夫妻各有各的專業 然後他們希望有時候碰到 大部分的時間不要碰到 所以他使用莫比斯環 然後轉變成一個房子的形態 或者另外一位是 他原來是un studio 他的這個 從一個三環的不斷循環的代文 轉變成stugart的一式博物館 或者是這個 讓我學很kawaii的 機動功能 畫這個水草 漂來漂去 然後就變成那個 先台媒體管 或者我們轉變到 另外一個更方法論的取向 這個是我在AA的 program的老師 他帶來的project 他們透過 Let's go open 整個方式 然後加以 並且加上參數化的工具 然後對於一個 大尺度的區域 進行一個重新的規劃 這個規劃可以細節到 這樣子可以 另外一個例子 所以 這個預期成果是 他會有一個報告書或論文 小論文 因為碩士要寫論文 那裡面呢 當然會包含一個設計 這個報告書或論文 他必須要記錄一套 既有的工具的資料 收集分析以及研究 接著你要去找一個特定的問題 一個問題或議題的研究 然後接著要 以這個解決這個問題 是基於Problem Solving的取向 來研發出一個系統化的設計工具 或設計機器或設計的方法 那並且最後你要進行落實 那你可能會提出一個Project 是一個創意對策 或者是一個具體的行動 也就是說 這個年代我們也認為 某一種行動也可以是一種設計 所以你見得一定要畫出一個Building 那也許是一場行動的策劃 那我這一組會跟某一組的 某老師的設計課一起上 所以我們會是 大部分時間是獨立的上課 然後我們大概是半個月到一個月 會嚴格的review一次 所以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也許在 這個可能性還是開放 也許將來會有兩組team up 或者是共同做事情的一種機會 然後評分是兩個老師 都對彼此的學生都要補分離 然後一個人做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是自己要去擬定 這個傳統上你所知道這個題目 就是有一個基地有一個機能 然後設定容積率 減幣率 然後等等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基於研究的一個設計 是你必須要 其實你必須要準備好 你要研究什麼 或者說你在你的碩士階段裡面 你其實必須要讓自己畢業之後 足以被辨識說 你這個碩士到底你在focus什麼東西 如果你這個focus 你只回答出來建築設計 那就不太對 譬如說我一個朋友 他很聰明的在他的好幾個學位 我說的是Max Max Young 他念了好幾個學位 他在每個學位都有一個共同的設定 就是他要做跟水有關 那我也沒問他為什麼要這樣 反正他的不同的學位就是 他可能第一個做河流 第二個做海洋 第三個做湖泊 都跟水有關 或者 你如果要跟我的另外一個影響課 這個parametric tool結合起來 也完全沒有問題 或者你要focus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也就是說 我認為各位念碩士必須要有一個主軸 這個主軸會貫穿你不同的設計課 縱使老師不一樣 縱使題目不一樣 我認為你必須要有自己個人獨特的關懷 跟研究的興趣 最後一張 簡言之先做弓箭 它是一個tool 在找把來生 不是畫把 找把來生 所以你要隨時準備好一個 自己製作出來的一個武器 說穿了就是一個方法論 好 以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OK 沒問題 我們謝謝合格好 那 最後一位請 合格好 好 以上 好 好